水巷口 海口辣汤发源地 姚家祖屋 发源地中的CBD 姚少平每天上完香 姚家的一天才算开始 三十年前 姚鸡辣汤从这里走来 香火飘散的街巷记录了一座码头的荣光 即便码头的砖在烫手 一碗辣汤也能让你记起生活的甜 面前的大碗就是一众猪内脏一展身手的舞台 没错 说的就是这碗猪杂汤 当地人所谓的辣汤 不喜欢的人 味道停在眉头 就有一点点抽 喜欢的人 味道走进心头 女儿姚洪三年前从珠海返回海口 试图接管家族小店 我妹妹也要上大学了 然后家里面就剩我爸妈 总感觉不放心 毕竟这是家族生意嘛 但辣汤的制作难度超出她的想象 猪肚 猪舌 猪心 猪粉肠 猪大肠 刚开始的话 什么都不懂 从头摸起来觉得好辛苦 没有摸过那种东西 觉得特别的脏 特别的累 受不了那些 让姚洪难以入门的原因 是猪杂固有的特质 因为那张某东西 你做得不干净 它就会有异味嘛 正因如此 猪杂的处理过程是繁复的 意味喜敬 之后仅简单调味的猪杂汤 我行我素绝不改变 保留着原始的生人物尽的个性 被众多阿姨簇拥的姚洪是幸运的 前厅阿姨 洗杂阿姨 倒汤阿姨 切配阿姨 煮杂阿姨 煎蛋阿姨 配菜阿姨 每道工序都对应一位女神 小店的运转离不开阿姨们的付出 一众女性力量的支撑 让姚洪的压力小了很多 直到一年前 姚少平才放心地将传承三十多年的辣汤配方 传授给女儿 大量的胡椒和盐 糖就是辣汤的全部秘密 悉心调教下 不同的比例呈现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背后默默支持姚洪的还有她 我真的挺感谢我老公的 很多东西的话都是她去支持我 我们做生意 这个方面的话 她真的比我积极太多 有段时间她生病 我自己做 我才知道原来早上要做那么多的工作 丈夫的鼎力支持 家人在侧的踏实 一碗辣汤才有如此汁水风盈的口感 看似平淡的汤底 简单却更加回味悠长 时光如水 淡淡流淌 所谓生活 百味藏匿于平淡 姚家祖屋 今天迎来了归来的儿孙 姚洪照丽张了大家熟悉的辣汤饭 这是这个家族属于清晨味道的共同记忆 在四海闯荡 几度轮回之后 终于发现 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团聚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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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最圆满的人生底色 江城有梦 李大哥要在早餐桌这方大舞台上努力完成每一次精彩亮相 继继继继继续为武汉老城的清晨 增光天色 小镇抗力所有结合在朝阳下的圆满 李家夫妇继继继续用豆腐脑送去真摯的祝福 海岛印记 姚洪始终守护着能让海口人心满意足的码头老味道 生活的满足感总是来自一些暖心碎片 例如街角里熟悉的摇曳身影 再加上舌尖相熟下的一份稳妥 寻找美好 感受温柔 变得快乐 这些看似简单的晨光中的细碎 总让人满足 无限接近幸福的喜乐